哥哥選人大家好 那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 品名前的準備 那我們可能需要準備一個計時器 一個攪拌杯 然後一個審查板 跟標準的瓶件組 標準瓶件組的話 它是一個杯子 一個碗跟一個蓋子 那在放置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杯餅朝向右邊 然後蓋子的孔也朝向右邊 這邊到時候水倒出來的時候 才不會燙到自己 那審查盤的話 上面會放上我們的茶樣 那最好是在自然光的狀況下來去做評審 但是在家裡面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 用比較在比較明亮的地方 來做茶葉的評審 那最好是一個比較舒適 恆溫恆式的環境 就目前現在有開冷氣大概在25度左右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已經正好茶放在杯子裡面了 大概就是3公克 就是我們 那另外的話 就是我們的碼錶已經設定到6分鐘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來注水 注水的時候因為溫度很燙 好所以我們會先注到這個 攪拌杯裡面 因為戶口在燒的時候 它的溫度可能會比較高 那會影響我們就是評審的時候 第一杯的狀況 那大概就是淹過湯匙就可以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進行注水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進行注水 那注水的時候呢 就是到注水到達杯圓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計時 補個注水的畫面 然後注水的時候到達杯圓就可以了 像這樣停止就好了 那盡量不要讓水滿出來 那時間快到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準備了 泡的時候呢 把它拿到杯子上面以後 再快速的往下 這樣不要讓水滴到桌面上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 把它再拿下來 拿下來的時候 我可能留意一下 讓水滴個兩滴 再放到桌子上去 再放到桌子上去 在手摸的時候 不會燙的時候 大概就是到40度左右 就可以來做 秀紋的動作 那在出湯之後呢 我們會做一個 簡單的計時 那通常是7分鐘 我們會希望它的溫度 降到我們可以 去做秀紋的狀況 那通常就是手摸這個杯子 它不會覺得燙 大概就是在40度的上下 這樣就可以來去做秀紋 那在修紋之前呢 就是我們會將茶湯做攪拌 然後讓裡面的茶渣做幾種 那大概就是畫一半 就是稍微畫一下 然後將水掛掉 那在這邊做清洗這樣就可以了 那出來的時候 大概也是先掛一下 讓茶渣做一個集中的動作 那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就是它會因為旋轉的力量 慢慢慢慢這樣 茶茶集中在中心的部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會 就是審視茶當的時候 會比較清楚 那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看一下 這些茶葉的外觀 這個部分是 金質的部分 那金質的部分呢 它的外觀 稍微比較大力 而且比較均勻一點 那每一顆其實都差不多 雖然會有一些黃片的狀況 那在等待溫度的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茶葉的外觀 那這個部分 是金蛙的部分 那金蛙我們可以看到 那茶葉相當的緊節油亮 然後相當的勻整 大小力也不會差太多 雖然有一些就是比較 老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稍微的比較偏黃 那可能就是 採在的時候 那個茶葉 它是比較 纖維化的部分 那我們看在 就是銀蛙璇的部分呢 它大小力就會有一點差別 這邊有個小的 這邊有個大的 那大的部分呢 它可能稍微比較 纖維化 所以顏色 呈現比較黃色的狀況 那如果說 它的纖維化 再更嚴重一點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黃片 那在這個部分呢 就是 茶葉的勻整度 是 比較重要的 如果它 大顆小顆 差異比較多的話 在取樣上面 就會比較 呃 有誤差 有時候取到大的 有時候取到小的 那茶燈的變化 就會 比較大 那再來我們看到銅蛙 銅蛙的部分呢 它就會相對比較 細碎一點 然後 茶葉的那個狀況呢 它就是有 非常小的 跟有 非常大的 那有部分黃片 然後梗 外露在外面 外露在外面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就是在 我們取樣的時候 就很容易造成 誤差 它有時候 取到大顆 有時候取到很小顆的 那它在比賽的時候 就會比較 不穩定 那一般在做茶的時候 這些大小顆的時候 它的風味會有點不一樣 那 尤其是在 油漬茶的部分 有時候 茶清條件不一樣 它在微調程度 在抓的時候 大小葉子的差距 可能會稍微比較 大一點 所以 這種狀況 盡量 避免 盡量避免 好 那我們來看到 茶湯 茶湯的話 幾乎都是 黃色偏黃 金黃到黃的狀態 那這個東西 其實都還蠻標準的 都還蠻標準的 那今天的水的TDS 大概是在15左右 可以看到 這是銅瓦旋的部分 那這個時候 就可以開始 來做助記 那這個是我們 青香型球型烏龍茶 TX風味分級的評分表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主上角這邊 是我們的茶樣編號 那日期 還有評審的姓名 那綜合評價呢 是我們最後要寫在上面的 它是特選 精選 優選 還是不入選 那這個部分 在就是 數位教材的部分 有提過 那這邊就 相對提的 比較快一點點 那我們剛才看到 外觀的話 我們剛才的那些 就是 外觀通常都在 草綠到 墨綠之間 還沒有到 青綠或者是 淺綠的部分 所以它一般來講 色者區間 是比較 合理的 那除非有一些 黃片 它可能會在 比較淺綠的部分 我們就 多於扣分 這樣子 那形狀的部分呢 就是它目前 都還算 緊結 匀枕的部分 那個就是 大小顆 它可能就會有 很大顆 或是很小顆的 或是 目前沒有看到 揉的OK 或揉的不OK 的茶 混合在一起 就是大小顆的部分 那在水色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就是 在 麥黃到 黃褐之間 那所以說 其實在有機茶的 這個區塊 應該也是 還可以的 因為它發酵度 稍微比較 大 比較重一點 那明亮度的話 就是在 混濁 暗淡 清澈明亮 跟其他的部分 來去做勾選 那我們剛才看起來 應該都是在 清澈明亮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 來去做 繡紋的動作 好 那時間到的時候 我們會稍微 摸一下這個 杯子 看它是不是 還會很燙手 那如果沒有很燙手的話 我們就可以 進行繡紋 那繡紋的時候呢 就是看 你要不要稍微 上下 顛倒一下這個杯子 然後 讓這個杯子 變成茶葉 有一個翻動的動作 那這個風味 會比較明顯 大概像這樣子 輕輕的晃動 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就是我大概會 左手吃 這個杯子 然後右手打開 這個蓋子 那在 就是 繡紋之前呢 我會看一下 就是茶葉的 狀況 茶葉的狀況 就葉底的部分 那看看它是不是 有混拌 然後 它的顏色狀況 不OK 或者是 發酵程度 不OK 那這邊 就是會在心裡面 做一個 簡單的 印象 那再去做 繡紋 那繡紋的時候呢 就是把鼻子 湊進去 繡紋 那長期短期 都可以看自己 在什麼樣的狀態上 可以比較 擷取到 你想要的 風味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我大概就可以 繡紋到一些 茶葉它 基本的 風味 那在這個 狀況之下 因為它發酵比較重 在果香的部分 或是在花香的部分 就會比較偏向 濃香 或者是比較 甜感的一些水果 花香的話 會有一點點像 桂花香 或是 枝子花香 那甜香的部分呢 會有 牛奶 然後 蔗糖 或者是 像 一點點黑糖 或風糖的感覺 那果香的部分呢 我會覺得有點像 梨子 然後 芭樂 梅子 還有 一點點水蜜桃的 香味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 龍眼乾的 或是 鳳梨乾的 香味 那 那童蛙的部分呢 它就是 秀聞起來 它有一些 我們剛剛說的那些 甘甜的味道 還有一些 花香 那它也有一些 比較明顯的一些 青草味 還有一些木質的味道 那 一般在以往的評界裡面 都會說它是一個 比較 雜亂的味道 那就是它的乾淨度 就會稍微比較 差一點 就是 我個人的形容是 一個是在報紙上面寫毛筆 那另外一個是在白紙上面寫毛筆 就是那個筆畫寫得很好 那個字寫得很好 但是它的背景 有點混亂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在秀聞的時候 會希望 這個 茶它的風味是 乾淨的 那在 銀蛙的部分 跟金蛙的部分 它的 茶 就是 夜碟的味道 聞起來都是香味乾淨很多 那在銀蛙的味道呢 它味道除了乾淨很多之外 它也是有一些桂花香 然後 芋蘭花香 那還有一些就是 梨子 芒果 然後 鳳梨乾的味道 那它的味道呢 稍微比較純粹一點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 區塊 銀蛙的部分 可以跟銅蛙去做一個很明顯的區隔 銀蛙的話 它的那個乾淨度 跟 純淨度就好很多 那再來的話 是金蛙 金蛙它的乾淨度 一樣是很好 那它 風味聞起來是比較 比較偏 清香型的 我覺得它 發燒程度沒有那麼的重 那 也相對的比較 乾淨一點 有比較 重的草米香 然後 一些 蘭花的香味 玉蘭花的香味 然後 梨子我覺得都會有 然後一些 清美的 那個韻乾 然後再來一些 就是 有點像 比較清爽的一些風味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是需要去平飲湯 平飲的時候 大概就是 準備一個小杯子 跟湯匙 那如果在家 只有你一個人 或是數量不是很多的時候呢 可以準備一個 吐杯 所以我們喝下去以後 直接把它吐出來 那現在的話 就是用簡單的 平飲的方式 來去做示範 那喝的時候 就是 建議各位用錯吸的方式 也就是說 有點像口水要滴出來 然後再把它吸進去 那盡量讓這些液體 跟空氣 在口腔裡面 可以混合 那通常會吸二到三下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你吸進去的氣體呢 會 會建議再從 鼻腔裡面 吐出來 那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 有兩次的機會 可以接觸我們這個 呃 秀紋的地方 那這樣它的風味 會更加的明顯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 銅蛙的部分 就我們剛才秀紋的那個狀況 它是稍微比較 雜亂的風味 那我可以喝得到 是比較有一些甜感 然後一些 焦糖的風味 然後一些果的味道 但是它的果 不會太明顯 有點像芭樂的韻味 有點像釋迦的甜感 然後有點鳳梨果乾的感覺 那銀蛙的部分 其實它的乾淨度 就比銅蛙好很多 那它的風味也相對的明顯很多 我覺得有一種 就是芒果乾的香甜 鳳梨乾的香甜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牛奶的韻味 那伴隨著一些桂花的香味 那我覺得這般茶其實就相當不錯 那為什麼它排在銀蛙 我覺得是因為它的發酵程度 稍微比較重一點 就是離金香型的距離也稍微遠一點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銀蛙的部分 那金蛙的部分 它就比較偏像清香型 也比較清爽 那它花香的部分 蘭花香、桂花香、玉蘭花香的部分 就會相對的比較明顯一點 那甜感就是有點奶油的味道 然後蔗糖 黑糖比較 我覺得銀蛙比較偏像黑糖 那這個金蛙就會比較偏像蔗糖 那在果子的味道 就會比較偏像清爽的果子 青梅拔樂 就是它的韻感比較像青梅拔樂 或是香蕉 等等這些比較特殊的香味 那青草味的部分 在金蛙、銀蛙就比較少 那在銅蛙的部分 會稍微比較的 比較明顯的能夠 喝得到有點像青草味 有點像竹葉的這些風味 那在這個部分呢 可能各位也要留意 甜感的部分 抱歉 也要留意滋味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喝的時候 同時要把這個 激粉表放在旁邊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盡量把它做紀錄 盡量來把它做紀錄 那在滋味的部分呢 我覺得 先說口味的部分好了 同化的部分呢 它的甜感就是 我覺得在中等的部分也沒有非常的明顯 那它稍微有一點點色感 那在苦的部分是稍微 沒有那麼多的明顯的感覺 那在濃稠度的部分呢 我覺得同化的濃稠度是稍微 就是它喝的時候 濃稠度它會覺得 就是這杯茶它稍微比較淡一點 那它在嘴巴裡面滑動的感覺 是稍微比較淡薄 稍微比較淡薄 所以我就在濃稠度的部分 我們會覺得它是比較稍微的狀態 那在魚硬感的部分呢 它也是稍微 所以喝進去 它有一些乾甜的感覺會反上來 但是稍微的比較 沒有那麼的長久 那滑順度的話 我覺得也是稍微 因為它喝起來的時候 還是有點粗糙感 還是有點粗糙感 那純淨度的話 我就覺得也是稍微 它純淨度畢竟沒有那麼的好 會有一些就是 青草的雜味在裡面 那細緻度的話 我會覺得也是像稍微 所以它其實有優點 但是並沒有說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各位在喝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趕快來去做一下激落 那銀蛙其實我覺得這個茶 很不錯 它甜感的話 就是中等偏多 那現場度的話 我覺得也是中等偏多的部分 苦味還好 苦味還好 那濃稠度的話 也是中等偏多 魚硬感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 它的那個魚硬感很好 那甜度 甜感都相當的高 那華盛度的話 是中等偏多 那純淨度的話 我覺得是偏多 因為它做的我覺得還算乾淨 那細緻度的話是中等的部分 因為它有些味道還不是那麼的平衡 那再來是金蛙的部分 那金蛙的話它的乾淨度就好很多 那比較像我們剛才說的比較像清香型 甜感的話是中等 那苦味的話我覺得是沒有 鮮爽度的話我覺得是偏多 它有個比較亮麗比較清爽的感覺 那在口感的部分呢 濃稠度我覺得是中等 那魚硬感的話是偏多 我覺得它的魚硬感也 跟那個銀蛙一樣是相當好 但是 是不一樣的狀態 它的那個魚硬感比較偏向花香 比較偏向花香 那這個銀蛙的部分呢 它是比較偏向果香 金蛙它比較偏向花香 銀蛙它比較偏向果香 那在滑順度的部分呢 就是金蛙我覺得好很多 它在喝的時候你會覺得 嗯 它比較圓潤滑順 那純淨度也比較好 它乾淨很乾淨 然後味道很純粹 所以我覺得它是偏多到非常 那細緻度的話 我覺得它算是中等偏多 其實兩斑都差不多 如果說 就是 在薄種之間呢 那當然它的乾淨度跟平衡感好一點 所以在選擇的時候 會把它排在金蛙的部分 那 那 在涼化最後會建議各位 再來就是品質描述與建議的地方 再 想家做一些你的新的感想 那 將來就是可以給 查農或是被評評的人做參考 他可以去做一些改進跟修正 好 以上